新北市積稅國中創立管樂團超過25年以上時間 長年發展樂團不但是國中孩子們喜歡的社團活動 也是創下在新北市音樂比賽 及全國音樂賽中無數輝煌的成績 為了分享美好音樂 每年歲末舉辦的感恩音樂會 成了社區的重點活動 積稅國中校長張國正表示 音樂會是給孩子演出舞台 也是社區的音樂饗宴 我年輕2012年倫敦奧運的時候 我有看到倫敦的奧運開故事 最後一個家族的故事 王國麥卡尼 然後他演奏PG 結果他演奏的時候 全場的好多萬人 很多萬人都跟他一起唱 我那時候就想說 喔這個一定很棒 今天雖然沒有那麼多萬 但是大家可以幫忙一下 可是你們會唱嗎 需要交唱一下嗎 好前面都不用 很難的有歌詞的 我都不管 再加甚麼 rigt蹄 說點准 grilling 然後到這邊 那是很簡單 那就是 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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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卡 所以 世墓音乐会除了集中管乐团 校方並邀請鄰近的 後浦國小館樂團 及錦和國小館樂團 一同登台表演 分享音樂的美好 也希望在後疫情時代 能讓更多家長 重視孩子們的社團學習 引入更多人加入社團練習 豐富他們的學習生活 那你是給我這個 要教我準備嗎 這支豐富很大 你看一 這樣很快 哇 這個很大 我盡量試試看好不好 那為大家帶來這一首 音樂會最後一個 UNCLE曲目 更是讓觀眾朋友 看了充滿驚喜感 光復國小館樂團 幾位家長師生支援 協助集中館家長 一起大跳派對咖孔名舞曲 指揮老師也拿著雨扇 指揮樂團演出 更是讓大家對音樂會 被留下了深刻印象 記者林立如新北採訪報導